再次歡迎大家來到2018年的周六崇拜 兩星期之前我們開始了一個新的港道系列 是馬可福音的港道系列 總題叫做非凡的見證 如果你記得我說的話 我叫他做非凡的見證 不是因為馬可是一個非凡的作者 而是因為馬可要寫的是一個非凡的救主 兩個星期之前我們看的是馬可福音一章一節 兩個星期之後我們看的依然是馬可福音一章一節 兩個星期之前我們的港題是 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是上集 今日我們繼續要看下集 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節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如果你回去看原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那些字的次序是有點不同的 馬可用了五個很獨特的詞句來介紹他這本巨著 第一章第一節是馬可福音整本福音書的大標題 其實那個次序是起頭 福音耶穌基督神的兒子 第一個字其實是起頭 我想跟你說我們上次開始看的時候 只是看了第一個詞組福音 今天我們要繼續去看耶穌基督神的兒子 最後看回第一個字起頭 在我們重新上路的時候我們都要做一點點的溫習 上次我們所看的詞組是福音 什麼是福音 簡單來說福音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如果你記得我上次講的時候 福音不是一個普通的好消息 在古希臘羅馬的文化裡面 福音是一個專有名詞 福音是一個關於君王的誕生 君王的登基 君王戰勝敵人海船而歸的公開宣告 當你有一個福音跟一個人分享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在講一個普通的好消息 你是在跟他分享一個君王的故事 這個是馬可告訴我們 他要跟我們分享一個君王的故事 這個君王的名字叫做耶穌 他的名字叫做耶穌 耶穌是希列文 其實他跟舊約裡面另外一個希伯來文的名字 是同一個名字 那個名字叫做約書 我想如果你生一個兒子 你不會叫你的兒子叫耶穌 你不夠膽 但是你很有可能叫你的兒子做約書 即是告訴你 其實耶穌這個名字不是那麼特別的 很多人都是叫耶穌 今天南美洲都有千千萬萬過耶穌 耶穌和約書的意思是一樣的 是God is salvation 上帝是拯救 又或者上帝會拯救 God will save God saves 原來當時在二千年前的中東 有很多猶太人的爸爸媽媽 都會喜歡叫他們的寶寶做耶穌 因為猶太人在等待一個救主的來臨 於是他們在等待耶穌的來臨 當馬可開始叫福音 說這個是耶穌福音的起頭 馬可意味著他要講一個君王拯救百姓的故事 不單是講一個君王的故事 這個君王來是要拯救他的百姓 當你想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問題來了 當耶穌來要拯救的時候 耶穌所施行的拯救究竟是哪一類的拯救呢? 在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節裡面這麼說 他說馬利亞將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蟲 什麼什麼裡面救出來 如果你回去馬太福音第一章的時候 你發現耶穌這個名字其實不是馬利亞和約瑟幫他起的 是一個主的使者在夢中顯然 告訴他上帝已經下令這個孩子 他的名字叫耶穌 因為上帝的眼中對於這個孩子有一個很特別的旨意 這個名字 這個耶穌的名字是在上帝的眼中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意義 不過如果你好像我這樣將他變成一個填充題 我不知道你會想你要填什麼字下去呢? 他的名字叫耶穌因為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什麼什麼裡救出來 如果我們回到二千年前的中東 我們去訪問一下街上的猶太人 很有可能他們填充出來的答案是 秘魯 是愛族 因為他們等了幾百年的一個舊主來 是要解決一個他們覺得最迫切的需要 這個最迫切的需要就是他們再沒有自己的國家 幾百年等著秘魯回歸 雖然他們已經回歸了 但他仍然是被愛族所統治 先是巴比勒人 接著是波斯人 接著是希臘人 接著現在是羅馬人 他要生一個兒子叫做耶穌 因為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 愛族 愛幫人裡面 拯救出來 這個會是當時猶太人的一個答案 但這個不是上帝的答案 上帝說他們最需要的拯救 不是秘魯 不是愛族 而是罪惡 他的名字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面拯救出來 如果你熟救藥的時候 你知道秘魯和罪惡其實是分不開的 為什麼以色列人會秘魯 不是因為他的國力不夠強 不是因為他的科技不夠強 不是因為他的經濟不夠強 是因為他們得罪了上帝 因為他們去拜其他的偶像 於是上帝將他們送給巴皮論人 但是以色列人核顏 他們看到只是愛在的秘魯 他們看到的是病症 symptoms 如果你去看醫生 醫生會問你 他說你什麼事 我咳 如果這個醫生就這樣給你咳藥水 這個是黃綠醫生來的 他沒有幫你看症 一個好醫生一定要問 問多幾條問題 究竟為什麼你會咳 可能你最終的問題是cancer 不是外表的symptoms 秘魯是symptoms 但是上帝要醫治的是symptoms背後的病源 而這個病源不是秘魯 不是外族 這個病源是罪惡 是他們自己的罪 是他們拜當地的偶像 如果我今天問你 我說朋友啊 弟兄啊 姐妹啊 你今生人 你現在最大的威脅 最大的敵人 最大的難處是什麼 你會怎麼回答呢 如果你今天出去同學灣 去訪問街上的人 你覺得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什麼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回答呢 有些人會說是政治 有些人說是住屋 有些人說是教育 有些人可能會說社會不公義等等 但是你沒有答到最終的問題 這一支所有的東西都是病症 symptoms 但是你最大的問題 香港最大的問題 全世界最大的問題 是醉 不單止是醉 而醉也會帶來死亡 這個世界 圣經告訴我們 每個人只有兩個敵人 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不要想著我上班也有敵人 在家裡也有敵人 去到教會也有敵人 沒有那麼多的 你只有兩個敵人 兩個你永遠勝不過的敵人 一個是你的罪 一個是你的死 因為罪的功架 乃是死 所以我今早早去了一個喪禮 我相信在今年 在明年 在後年 我繼續會有喪禮做 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 每年 尤其是在公理堂 都會有喪禮做 如果你要開一門生意 可以考慮做喪禮 不會go out of style 不會go out of business 因為每年都會有人死 但你看不看到 你內在最終的問題 不是你外在你覺得的問題 其實你最終的問題是罪 而罪的功架乃是死 在美國歷史上裡有一個最有名的公理會的牧師 叫Jonathan Edwards 現在很多人都仍然覺得 我們是罪人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我們是一個罪人 活在一個完全聖結上帝的面前 而因為他的憤怒 而因為他的聖結 因為我們的罪惡 他的憤怒在我們身上燃燒 我鼓勵你有機會 那篇道是變成了 repentant sinners at the hands of a gracious God 最後他所說的 最後他在說的是 悔改罪人落在恩典上帝的手中 他不是跟你說罪 他不是說審判 他不是說上帝的憤怒 是說在基督裡面的盼望和拯救 這個是我們要傳的福音 你看不看得到 你看不看得到你是上帝面前的一個罪人 如果你看得到你就有盼望 你看得到你可以呼喚他 你看得到他會回應你 你看得到他會給你你最需要的東西 不是生活上的一些突破 而是得到最終的拯救 他的名字叫耶穌 因為他要將他的白性和罪惡裡面拯救出來 不過很渴望這個世界很多人看不到 他看不到Edward所看到的終極真實 他們愛他們的罪 他們核眼心死 於是他們只是追求自己眼目的情慾 追求他們今生的驕傲 因為他們不追求真正的拯救 他們追求身體上的拯救 他們會將聖經裡面的耶穌 變成了一個屬於地上角度的救主 所以今天你去問別人 耶穌可以怎樣拯救你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給的答案完全不是從聖經出來的 他的名字叫耶穌因為他要將我從我學業的問題裡面拯救出來 他要將我和我婚姻的問題拯救出來 和我經濟的問題拯救出來 和我事業的問題拯救出來 他的名字叫耶穌 但是實質上功能上他的名字和黃大仙沒有分別 如果你要耶穌救你脫離這一切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聖經裡面的耶穌 你只需要一個幸神職的救主 你不用找聖經裡面的耶穌 聖經裡面的耶穌最終的神職不是救你出這些東西 而是他的十字架和空墳墓 為什麼耶穌要被釘在十字架上 為什麼耶穌要出空墳墓 因為耶穌最終來解決的問題是罪與死亡 除非你看到這件事情 你就會將耶穌變成一個熟世的救主 但是我們去到第三個詞彙 基督 有些人不明白以為耶穌基督加起來就是一個名字 於是有些人覺得耶穌是個聖 基督是個名字 或者基督是個名字 耶穌是個聖 原來 希斯基督 這個基督不是一個名字 基督的意思是一個行頭 在希列文裡面的基督的意思是一個庇由所高的人 其實希列文在《舊約聖經》裡面就有個微塞亞 一樣的 Messiah 這個微塞亞和基督是同一個字來的 他們兩個有共同的意義就是被由所高的人 如果你熟《舊約聖經》你知道在《舊約聖經》裡面有三種人會需要被由高的 一個是先知 一個是祭司 最後一個是君王 先知 祭司與君王 到了耶穌來的時候 2000年前的中東的時候 對於以色列人說 當你說我們找到那個基督 我們找到那個Christ的時候 大家心裡就想到 他就是那個我們期待已久的 應許了的君王 所以很有意思 當馬可開始寫馬可福音的時候 其實對以色列人是特別有感覺的 因為他說我現在告訴你這個君王故事 就是我們在舊約裡面等待了這麼久所應許的君王 是那個獨一無二的 是那個千呼萬喚的 是那個上帝在舊約整本 三十九本書裡面 應許了的君王 這個是馬可耀寫的 但是我們在哪裡可以找到這個應許了的君王 這個以色列人的王 在哪裡登記 他在哪裡登記 他在哪裡做王 他的寶座在哪裡 當你去讀完四本福音的時候 你發現很清晰地告訴你 他的寶座在十字架上 要按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九節這麼說 彼拉多又寫了一個牌子 釘在十字架上寫的是 猶太人的王 纳薩拉人耶穌 彼拉多放了一個牌子在他的頭上 那牌子寫著猶太人的王 就是Christ 就是基督 但是這節聖經是充滿了極大的諷刺 因為這個猶太人的王 的寶座在哪裡 他坐在哪裡 他坐在十字架上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十字架其實不是釘的 其實是坐的 他有一個小小的位置給你坐 因為不想他那麼快死 所以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他其實是成為了 做猶太人的王 但是這節聖經真的是很大的諷刺 因為十字架是修容的 甚至可以這麼說 耶穌的罪名 被釘十字架的罪名是什麼 就是他做猶太人的王 就是他做猶太人的王 但是從另一角度來講 猶太人的王就是他真正的身份 他微服出秦 他從天上降下來 真正千真萬確的事情 他是猶太人的王 耶穌真的是猶太人的王 耶穌真的是那個基督 但是這個應許的君王 和猶太人的想像是自然不一樣 甚至我可以這麼說 這個這樣的君王 和這個世界上所仰慕的君王 完全是相反 他的寶座 是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成為了猶太人的救主 不單止猶太人的救主 全人類的救主 約翰很有意思 他繼續說 因為耶穌被釘十架的地方 靠近城 牌子是用希伯來 羅馬希臘三種文字寫的 如果你知道當時的歷史背景 讓你們知道這三種文字 就是當時的國際語言 你用了這三個文字寫 就是全世界都看得明白了 耶穌不單止是猶太人的王 他更是全世界全人類的救主 約翰在寫歷史 約翰在寫文學 約翰在寫神學 他告訴我們 耶穌不單止是為猶太人來的 耶穌來是為全世界所有的罪人而來 感謝上帝 我們今天不需要成為猶太人 都可以做上帝的子民 中國人可以做上帝的子民 美國人可以做上帝的子民 我不管你從哪裡鄉下 我們不需要做猶太人 我們可以來到耶穌 因為主耶穌基督是全人類的救主 親愛的朋友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想問你 他是不是你的君王 他是不是你的救主 你要認識他 不是你朋友認不認識他 不是你媽媽你爸爸認不認識他 是你認不認識他 他是不是你的君王 他是不是你的救主 你都要想 如果他真的是你 真的是我的君王 真的是我的救主的話 當我們跟著一個 在十字架上面做王的耶穌 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有沒有想過 你所跟的王是一個十字架上面的君王 哥倫多前書第一章 我很喜歡的一段聖經 保羅這麼說和哥倫多人 哥倫多是一個大城市 那些人追求世界上的名利 富貴 保羅這麼說 猶太人要的是神職 希臘人要的是智慧 我們卻是全被釘十字架的基督 對於猶太人是半腳石 對於外邦人是魚絕 但對於那蒙照的猶太人 希臘人 基督總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為什麼耶穌在十字架上面的基督 對猶太人來說是半腳石 因為猶太人追求的是 榮耀的神職 他們追求地上的榮耀 希臘人要的是地上 代表了成功的智慧 而耶穌給不到他任何這些東西 所以今天是很難想像的 今天很多人來找耶穌 或要信耶穌 其實要的都是地上的榮耀 地上的成功 doesn't make sense 因為保羅說過那些人 他只會覺得十字架的基督是半腳石 是魚絕 但對於我們這些蒙照 相信上帝的人 他是上帝的大能 他是上帝的智慧 我想請問你 你信不信十字架上的基督 你信不信 你是否在跟隨一個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對於你來說 是否大能 是否智慧 還是 其實你想真點 你根本不是追求他代表的東西 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圖污 這個圖污是1857年有人在羅馬找到的 相傳是最早他們看到和基督教有關的圖污 即是說有一個人 有一個小孩也好 年輕人也好 在牆上畫了一些圖污 我們相信這個圖污其實是去回200年 即是公元200年的時候 在羅馬城裡面 圖污裡面畫了一個圖污 有一隻圖污被釘在十字架上 接著有個傻子在他前面拜這個圖污 而下面寫了幾個字 基本上的意思是 Alex worship his God 有一個人叫Alex 他在敬拜他的神 這個圖污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圖污的人在嘲笑 耶穌也在嘲笑Alex 哪有人這麼傻的 去拜一個死在十字架上的人 還要說他是舊主 說他是君王 這個是初期教會的世界 當你信耶穌的時候 人們覺得你狠狠 覺得你狠狠 覺得你很愚蠢 因為你不得好死 Alex背起他的十字架去跟隨耶穌 當你要去跟隨主耶穌基督 一個被十字架上的君王的時候 他要為著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成為愚絕 成為羞辱 但是Alex 敬拜主耶穌基督 因為十字架上的基督 對於Alex 而言 是自保 是榮耀 很可悲的一件事 2000年後的今天 越來越多的基督徒 我可以這樣說 開始厭倦 也厭繁這個十字架 於是 我們做一些小動作 我們將十字架專認 我們將十字架重新包裝 因為我們不喜歡 十字架起初所代表的苦難與羞辱 於是我們將它重新包裝 今天你問人 你會不會戴十字架 你會不會戴耳環 當然要戴 因為今天的世界裡 十字架代表的是祝福 是成功 是美麗 今天的十字架不是拿來背的 是拿來戴的 一個不信主的歌聲 的明星 他會戴十字架 一個恨惡耶穌的人 他也不理會戴這個十字架 因為十字架已經被我們重新的包裝 變成他起初完全相反的理由 上帝要我們回到起初的世界 要我們知道十字架對於這個世界是半腳實 是越絕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蒙照所信的人 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我們要跟隨一個這樣的救主 第四個詞組 第四個詞組 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 馬赫告訴我們 他在寫的福音 是一個神兒子福音的起頭 上帝兒子福音的起頭 很多幾個圖 當我們一看到這個神的兒子 上帝的兒子 我們馬上會想到三位一體 聖父聖子聖靈 當然耶穌就是三位一體的第二生 那個聖子 那個神子 你這樣說 不是不對的 但我想你想回頭 當你是二千年前的中東 你第一次聽 你說有一個人 要介紹一個人 他是上帝的兒子的時候 你又是一個猶太人的時候 你第一個反應 你未必在想著 今天我們講的那個神子 原來猶太人跟中國人很相似 中國人說 一個皇帝他是天子 有沒有聽過 所以當你說他是神子的時候 其實你第一個想法 第一個最基本的層面 你在想著 你在說他是天子 很有可能 當猶太人一開始想到神的兒子的時候 他會想起 撒母爾記下 相低於大衛所立的大衛之羊 撒母爾記下 第七章第十二節這樣說 他說 當你歲數滿足 與你祖先同歲的時候 我必使你身所身的後裔接觸你 他必為我的名堅造電雨 我必堅定他的國度的皇位直到永遠 他在說誰呢 他在跟大衛說 大衛不可以為上帝起電 因為他滿手都是鮮血 於是上帝說 你以後會有一個兒子 結果你的兒子會幫我起煉魚 然後我要祝福他的國度 他的國度要傳到永遠 這個兒子應該是誰呢 所羅門 但唯一的問題就是 所羅門的國度沒有傳到永遠 甚至所羅門的國度 就是因為他死了之後 就已經分裂了 所羅門是起了個電雨 但所羅門沒有承傳 上帝與大衛所立的藥 這個大衛的後裔另有其人 是指向引新約的耶穌 聖經繼續這樣說 第七章第十四節 《撒母耳記》下 我要作他的父 你看他是神子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兒子 我的家和你的國 必在你面前永遠堅立 你的皇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最後一切的舊約指向新約 主耶穌基督 主耶穌基督要成為 那個最終極的神子 他要為上帝見聖殿 他要為上帝將天國帶來這個世界 他這個天國會永遠遠 永無窮盡 耶穌有無為上帝見聖殿? 有 《貌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八節 耶穌說 我要拆毀者人手所造的殿 三天內另造一所 不是人手所造的 永遠的聖殿 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自己的身體 要被粉碎 但是三天之後 通過他的受死與復活 他會建立一個永遠的聖殿 今天如果有人在耶穌基督裡 我們就是住在這個永遠的聖殿裡 你在不在公理堂就很閒 你在不在耶穌裡面就是最終的事情 一切指向主耶穌基督的受死復活 在十字架上面 主耶穌基督成就了上帝而止最終極的任務 我想帶你們看《馬克福音》的終結 《馬克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七節 這樣說 耶穌大哭一聲 氣就斷了 殿的萬子從上到下列為兩半 伯父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 這人真是上帝的兒子 你有沒有看到上帝的兒子 如果你回去看《馬克福音》很精彩 你發覺上帝的兒子 在《馬克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出現過 接著到最後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再次出現 你不要去想你這個伯父長信不信主 他是卡拉啡來的 他的角色就是要帶出最後的耶穌的身份 他是上帝的兒子 這個我們從寫作的手法 我們說是inclusive 前後呼應 《馬克福音》是關於什麼的? 《馬克福音》是關於上帝兒子的故事 馬克要跟你說一個故事 一個上帝獨生而至的故事 一個耶穌基督的故事 一個道成肉身的故事 一個十架寫生的故事 一個拯救罪人的故事 一個天過降臨的故事 這個是馬克在說給我們聽的 It is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told 世界上最偉大的故事 But it is just the beginning 還有一個字我們還沒看 馬克說 這個只是一個起頭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馬克這麼強調 這個起頭這個字 《馬克福音》開始 《神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為什麼馬克這麼強調《起頭》這個字 可能有人會說 林牧師 《起頭》就起頭 《馬克福音》一章一字 那就起頭 但有沒有想過 其實馬克根本不需要講起頭 他可以打一個招牌出來是什麼 《神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 這樣就復動了 你明白嗎? 他根本不需要講起頭 他可以說 《神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 《巨傲》 他加了一樣東西 加了一樣東西 放在最頭 他說 我要跟你講一個起頭的故事 為什麼他要跟你講一個起頭的故事 因為整本聖經一開始的第一個字是 起頭 一個是希伯為文 一個是希列文 《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 起初上帝創造了天地 所以當馬克福音用起頭 再開始新約的時候 他是專門去對應回 《舊約聖經》裡面的起頭 如果我們說 《創世紀》是上帝 創造天地的起頭 我們可以這樣講 新約的福音書 馬克的福音 是天地再造的起頭 一個是創造的起頭 一個是再造的起頭 你記不記得上帝是怎樣做天地的呢? 你看看第二節 第三節你就會知道 第二節他說 地是空虛混沌 深淵上面一片黑暗 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上帝是怎樣創造這個世界的 是上帝的靈 運行在哪裡? 水面上 過了幾個星期 我們就會看到主耶穌基督 在約旦河裡受洗的故事 在那個故事裡面 你看到什麼呢? 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 在約旦河裡受了約汗的洗 一章九節 第十節 他從水裡上來 就看見天烈開了 聖靈彷彿甲子降在他的身上 又是有聖靈 聖靈在哪裡? 在水上面飄 一個是上帝創造天地的故事 一個是上帝再造天地的故事 你有沒有想到為什麼舊約叫舊約 新約叫新約 其實新舊約也很舊的 為什麼新約是新約? 是因為新約在講一個再造的故事 這個世界被再造的故事 為什麼這個世界需要被再造? 因為罪的緣故 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上帝的榮耀 聖經上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去看聖經的時候 聖經將人類的歷史分為小部分 第一部分叫做creation 創造 第二部分叫做墮落 人的墮落 第三部分 在基督裡的舊屬 新約的開始 最後有個新天新地 叫做榮耀 我們還未到榮耀 但我們已經在第三部分 舊屬已經完成了 在耶穌基督裡 我們不用等到新天新地 都已經可以經歷到 經歷到那種新鮮的感覺 不知道你明白嗎? 當你打開新約聖經的時候 新約聖經很強調 在耶穌基督裡 一切都是新的了 各位後書 第五章第十七節 若有人在基督裡 我們受洗的時候很喜歡用這段聖經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 新造的的人 救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但其實那個翻譯 是不多正確的 原文的翻譯是 若有人在基督裡 新創造 這個人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 進入了一個新的創造 當然他也是新的 但不單止他是新的 他進入了一個新創的世界 救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我們不需要等到新天新地 我們已經可以在今生今世 開始經歷到 經驗到那種新鮮的感覺 天國新鮮的感覺 令我想起 C.S. Lewis 我很喜歡的一句名言 他這樣說 他講的說 上帝把他的兒子倒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當中 讓我們可以成為天國的兒女 不是叫我們成為更好的人 是叫我們成為完全新的人 不是教我們好像一隻馬一樣 跳高一點 跑快一點 而是把這隻馬變成一個有刺膀的飛鳥 不是一個更好的人 是一個會飛的人 這個應該是我們信了耶穌之後的一種經驗 我不知道你有否聽過 有些人會對你說 信耶穌其實是多一點精神寄託 你生命就不會多改變 如果你聽過這些東西 我告訴你 你被人騙了 這個不是耶穌 這個不是新約裡面的福音 因為新約告訴我們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進入了一個完全暗身的世界 新的生命 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 有刺膀的世界 如果你當中有人 真的有這樣的渴望 如果你當中真的有人說 我不要跑快一點 我要飛 如果你當中真的有人 我不是要做一個好一點的人 我要做一個全身的人 我們要問 究竟我們如何 可以成為一個全身的人 不過你打開新的聖經的時候 那個秘訣 那個秘密永遠是基督 在基督裡面 與基督同在的人 就是全身的開始 《佳泰書》第二章十九二十字這樣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在的不在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我如今活著是 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這是保羅自己說的 他自己的基督同生物 但我想告訴你 這個不單止是保羅的 專有的獨權 你和我 都有同一樣的應許 如果我們今天會真正的悔改 我們從這個世界裡面跑出來 我們從我們自己的罪裡面跑出來 我們從我們自己自以為中心 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跑出來 我們相信基督 我們跑向基督 我們擁抱基督 我們求基督帶領我們出這個世界 如果我們會奔向基督的話 基督一定會帶我們進入那個新的生命 新的世界 The Brave New World 美麗的新世界 在基督裡面 我們會被再造 再造 再造 在基督裡面 被再造 我結束的時候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在基督裡面 被再造的故事 一個跟隨主耶穌基督 一個離開世界跟隨主耶穌基督的故事 有個女生叫做Isabel Kuhn 1901年出生於多倫多 後來她在Vancouver長大 她爺爺是一個牧師 她爸爸是一個醫生 但是也是一個上台港道的平信徒 非常積極在教會裡面侍奉的一位 一位教會領袖 她媽媽就更厲害 是當時的婦女宣教協會多年的會長 婦女宣教協會 Isabel說她長大的時候 是在一個很有愛的基督徒的家庭裡長大 她很乖乖女 她又讀書厲害 不過她沒有真正認識上帝 到她去到大學的時候 在UBC的時候 她有一個教授挑戰她的信仰 嘲笑她的信仰 在那一刻她發覺 原來她的信仰是沒有跟著的 她變成了一個 她不知道上帝真存在還是假存在 但是那一刻她發現 其實我都不需要再有上帝 我可以自己去活我自己的生活 Isabel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女生 於是她就去追求她自己的開心 她自己的幸福 但是這就是主 好境不常 一個沒有上帝的生命 是一個空虛難耐的生命 你明白嗎? 沒有上帝的生命 是空的生命 沒有重量的生命 上帝讓她遇到一些挫折 她感覺到無助 甚至是那一刻她曾經 她想自尋短見 但是在最後的關頭 她沒有自殺到 在她無望的當中 她向上帝做了一個祈禱 在她的自尊裏 在她的宿靈自尊裏 她說了 她說當晚 她舉起她的雙手 她說上帝我不知道你存不存在 但是如果你可以證明你的存在 你可以給我真正的平安 你猜她下面那句說什麼? 我們通常就會說 如果上帝你真的可以證明你的存在 你真的可以給我真正的平安 那我就回公理堂了 又或者我們說 那我就開始十一奉獻了 這個不是 那是Isabel 的祈禱 她說如果 你真的是 真實的 你將你的平安給我的時候 我會將我人生餘下的日子 全部給她 你叫我做任何事 我都會去做 你叫我去哪裡 我都會去 那弟兄姊妹 親愛的朋友 我告訴你 你要賭就賭大一點 All in 上帝喜歡一個這樣的賭徒 不要跟他賭小事 去就去到盡一盡 在這個祈禱之後 Isabel 開始重新回到福音書裡找耶穌 其實她寫她自主的時候 她說她覺得她的進展是很慢的 其實你看回頭 其實她的進展是很快的 因為那時候還在讀大學 到她大學畢業的時候 她其實已經抓住了基督了 再過了兩年 她已經頭身 要將自己成為一個宣教師 當時最反對的是誰 她媽媽 她做了很多年 很多年的宣教協會 會長過媽媽 感謝她媽媽最後悔改 Isabel 將她的餘生 給了中國 去了雲南 少數民族那裡 傳福音 其實發展得很快 因為她去到 她27歲 她已經在中國 她說她很慢 其實一點都不慢 她嫁給了一個老公 叫John Kuhn 所以今天她的名字叫Isabel Kuhn 她說John Kuhn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她是一個dreamer 一個發夢的男人 如果我們當中有些未結婚的女生 我給你一個提示 不要為結婚而結婚 可以不可以 找一個dreamer來嫁 不是說以後我會發財那一隻 現在很流行的 我們以後開一間公司上市 那些 不是聖經講的dreamer 我們當中 可能也有很多信二代 信不知自己信了什麼 好像Isabel Kuhn 是嗎 但神是真正的 你可以向祂祈求 你要自己去尋求祂 賭大一點 賭命 我們當中也有一班朋友 我們開始讀新藥 當中也有一些未信主 或者未受洗的 我都鼓勵你 和上帝賭一賭他 如果 在你讀經的過程當中 你真的找到這個上帝的話 不要告訴我 那我就繼續來供你 不是 我將我的原生全部給你 因為祂是獨一的救主 神而止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願這個起頭成為你的起頭 我們一起祈禱 天父我們感謝你 因為福音是你的大能力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 你要將我們帶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我們的命也不用那麼悶 為何要像其他人一樣做香港人 幫助我們 讓我們看見 正如初期教會的那班大兄姊妹 他們看見遙遠更美好的家鄉 於是他們不言十字架的苦楚 和受辱 主要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當中的年輕人 成為真正的夢想家 讓我們教會成為一個充滿夢想家的教會 祝福我們繼續去思想這個福音 這個只是一個起頭 以後的日子 以後的路長 以後的日子更加精彩 幫助我們去相信你福音的偉大 我們今天祈禱是奉主耶 蘇基督明求 阿們 而是